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是打了三局 第二队很艰苦 但是相对于决胜局来说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 你觉得这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 然后自己做的一些什么改变 然后能让自己在决胜局的开局界取得了一个发展的优势 我觉得是自己心态吧 心态的思想 心态自己没有受第二局影响 还是保持自己现场局的一个仗主 然后就是还是以自己为主的 你觉得这场比赛其实跟雷兰西昨天也刚刚有了一个强调的对手 你觉得这场比赛当中之前 想到过今天的排队是他们还是说是会去遇到广东队的其他的选择 在三局里面有想过 有想过最大的困难 然后自己这场比赛给自己表达信心 在后面他们建立的表达信心 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表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对赛雷兰西的这场 有没有想过做一些自己特别的准备 包括一些心理上面 包括一些基建筑方面 会不会有一些跟教练上的勾付 自己还是以自己为主 因为打环境赛就是偶然性也得了 所以自己还是把自己的工作 赛前准备都做好做详细了 就没有问题 那这种困难你觉得是第一阵队的相对于轻重一点 还是像龙哥一样 在二队的第三场出场的时候 我觉得都差不多 主要是都要守着自己一分 自己那一分自己守住 其他在两分 从国家队回来之后 一直在福建队训练这一阶段 怎么备战的全球会 自己也是全封闭嘛 然后自己也是 自己也是有针对性能 自己不足的地方 到郑州到西亚 自己都有不足的地方去备战 好 谢谢 谢谢